这个女孩正在给开宝马的女人称苹果 可一不小心用承担打到了她的女孩 阿姨 米汤 你故意想吃吧你 一旁的父亲见此赶紧过来里面 可女人直接咒骂一声杨长而言 这个女孩叫张旺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饭 然后跨步十公里到学校上课 到了中午 别的同学都去食堂吃饭 而她的餐盒里面只装了米饭和咸菜 虽然日子清贫 但她的成绩却是格外的好 每次成绩都能拿一百分 但因为长期营养不良 每次上课都会被体育老师提醒要补充饮养 可老师哪里知道 张旺想吃一包方便面都是奢侈 甚至还有同学忽义搬她的饭盒 嘲笑她每天都吃咸菜 这天老师让购买学习资料 需要15块钱 他知道父亲编竹框挣钱不容易 所以提出周末和爸爸一起在路边卖苹果 所以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张旺当场就被打得流鼻血 可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不断责怪自己太不小心 老张看着孩子流血不止 于是丢下苹果摊 就带着女儿前往诊所治疗 好在没一会 医生又止住了鼻血 并且还教给他 如果下次左鼻孔流血 就把右胳膊举起 右鼻孔流血 相反把左胳膊举起来就没事了 但没想到这个方法很快就用上了 他正准备洗脸时 发现盆里的水越来越红 他感到两个鼻子都在流血 于是把胳膊全部举了起来 等到老张回家后 看到女儿满脸是血 随后赶紧抱着女儿去诊所查看原因 但当医生准备给张旺打针时 次日老张带着女儿到城里检查身体 从小生活在山区的张旺 一直想看看城里长什么样子 可没想到第一次来 却是因为看病 但等爸爸挂号的张旺再次流起鼻血 为了不把地板弄脏 他赶紧用盆子接住 排队的老张看到这一幕 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好在这时 一个护士看到了张旺的状况 于是赶紧带着他们来到了急诊室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 再次通知他孩子得了慢性白血病 初步治疗需要30万 没有学识的老张 根本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 但这时他意识到了 这是他们看不起的病 当天下午 老张叫来了妹妹 帮他照看女儿 自己回家借钱 一起长大的兄弟 知道后劝老张放弃 可得知老张一定要救回女儿后 他就把存了半辈子的3000块 交给了老张 村子里的老人 也不断拿出积蓄帮助老张 可整个村子借下来 才不到一万块 这点数目对治疗费来说远远不够 这一夜 老张不停地开始编竹框 他只能用这些东西 为女儿攒点治疗费 天还没亮 他就拿着家里能换钱的东西 摆到镇上去卖 南瓜 脸盆 甚至还有棉被 从来没有吆喝过的 老张也开始不停地喊 天一败了 给钱就败 天一败了 给钱就败 等到老张回病房看望女儿时 张望好像知道 自己的病需要花很多钱 但老张却让他不用担心 他已经有了办法 可当天下午 他就出现在银行门口 看着一个个取完钱的人 他犹豫在三后 还是跟了上去 但一辈子都朴实的他 还是无法动手 回到病房后 妹妹劝说老张 把张望扔在医院 因为他本来就是检来的孩子 扔在这里 医院不会不管他 可没想到 这句话遭到了老张的散对 孩子已经被抛弃了一次 他不能再丢下他 但谁也想不到的是 兄妹俩刚走进病房 张望就抱住爸爸 在纸上写下 自愿放弃治疗 谁也想不到 一个七岁的孩子 能说出这样的话 很快 老张就带着张望 坐车回到了家 爸爸给他买了 最爱吃的方便面 把张望意志不舍的 买的发布买了下来 而他们也在照相馆 拍下了唯一的照片 好在没多久 医院里的护士 带记者来采访老张 他们得知张望的故事后 于是就把女孩的遭遇 刊登到各大报纸 随着新闻媒体的不断发酵 不少爱心人士 纷纷给张望捐款 就连欺负他的同学 也让爸爸给他捐款 很快 张望的治疗费就被急起 他们再次回到医院治疗病情 面对疼痛的骨髓穿刺 董事的张望 从来没有哭一声 当媒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却说 下午女人就出现在医院 可她犹豫再三后 还是没有走进去 与此同时 护士说有个好心人 捐了一万块治疗费 但当老张追出去时 他却躲了起来 护士也发现了一个留下的字条 快快好起来 一个请你原谅的阿姨 治疗一周后 张望开始不断呕吐 医院也在寻找匹配的骨髓 因为他是捡来的孩子 于是老张就拿着红棉袄 寻找七年前 谁家丢了孩子 可问了几圈 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三个月后 张望的身体再次疼痛起来 虽然抢救后保住了生命 但医生却说 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并且任何硬的食物 都不能让他吃了 一觉醒来 张望看到桌子上 有吃剩下的方便店 他知道自己不能吃 可还是忍不住幼稚 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 张望在病疼折磨的六个月后 还是离开了世界 而他的遗言 则是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 或许他已经离开了 但还有人替他继续生 虽然出生后 他没有任何亲人 但在这一刻 所有的爱心人士 都纷纷为他送信 这部电影描述的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 讲述了一个白血病小女孩 从得病到最后 离开人时的悲惨故事 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到来 电影意义大于本身 愿我们都能够健健康康